它這個氣櫃的效果 哪從發料比較多 發料比較多你會把效果用一些 噴一些葉面肥 可以來做處理 所以我覺得用一些高鈣 用一些高鈣來用 另外就是這個要讓它比較乾淨 目前看起來你那個胸皮 這應該也不會說 以氣櫃來說 應該是還好 要讓它比較乾淨 我是覺得還是你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用一些玉米素 有時候它是太乾淨 太乾淨 所以變成就比較容易 這個成熟度的關係 所以這個問題 就有這種經營的三星 所以我個人是說 這有時候這個品證比較敏感 有的品證就比較敏感 所以有時候就這個問題就要這樣 所以 這基本上 基本上 這種就是 可以去解決的 第一可能就是這個熱 太乾淨 這有時候太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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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種的 我們把它做一個處理 這樣應該就比較容易 來把它處理好 所以我個人是這樣 這在鼻子 鼻子我們在做的時候 都會建議說 跟南一點玉米素 和一片玉米素 一片深藻素 它是連續採收的一種 這樣起來 他們的顏色 在鼻子裡面 那個色水是很漂亮 我是覺得鼻子在鼻子 可以試試一下 因為 有時候這個 這個甲離子的補充很重要 對鼻子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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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甲離子比較 比較重要一點點 為什麼叫做 甲離子比較重要一點點 因為 需要去累積營養 所以 必須要來做一個 來做處理好小 大概是在這個部分 讓你做一個了解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甲補充 這個效果會好很多 甲補充的話 甲補充 這個好個真好 所以在這裡有兩個朋友 要做一些參考 我還是覺得甲的問題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是不是 不要去用磷酸去吃 我們過得來的效果 致肥很膨脹 不會生 如果是正常在生 那種 都不要把磷酸去吃 有的人說那要吹 你就把他太膨脹 就去把他抑制生長 因為那些東西 你如果把他 把他 擲一個太過頭去 那些產量的關係 你不是 你試試看 你不是 你試試看 這會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我們在處理 最主要是我們的方式 總是 總是 我們都希望說 可以有三量 還有一個品質 它的方法 確實是和 我們吃 有相當大的一個 這個機器的空間 吃 這些磷當然 如果補起來 沒有效果 可能那是和吸收有關 那 鈣媒還是要補 因為你這種東西 就是吃鈣媒的平衡 在這種顏色上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可以讓你的是建議 是差不多在這裡 可能 還有很多這個問題上 我們可能是要沒有辦法了解到 不過我相信 這個 只要他生長上 在生長上 如果沒有問題 這個大概就可以這樣 所以 這個 我感覺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怕說太過頭 浸肥太多 他如果有生 過頭 如果拌下去 我們 我們浸肥太多 最嚴重 就是說 太方向蟲 鋪不起來 你如果鋪不起來 你鋪起來的時候 代表應該是還OK 你鋪起來之後 他的蟲就比較不會那麼多 你噴蟲面 或是在噴蟲的時候 你也是要一樣 讓他一點點 鋪 土腳底 稍微黏一點 這個 這個肥料起來 就是說 蛋肥的部分 稍微黏一下 這個效果上應該是比較好 這個我們保持聯絡 隨時 你調整後 因為這個鋪 尤其氣鋪和肥鋪都差不多 他歡迎都很敏感 所以你如果是調整後 是什麼樣的這個情形 你隨時來保持聯絡 還可以把這個問題 你可以很快去那裡 到那個味道 你把它感受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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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了解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這個情形 提供給你做參考 嗯